在我们村里边有一个出了名的胡大胆 关于胡大胆这个绰号的来历 据说是当年村头的小庙里闹鬼 很多人晚上就听到里面有人痛哭喊冤 进去检查却空无一人 慢慢的给全村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最后还是胡大胆自己扛了一床被子 硬是在那闹鬼的小庙里住上了一夜 才解决了村里人的怕鬼病 胡大胆一直在沉痛的表示 他这大半辈子不信鬼神 但是对于守灵那晚夜里发生的怪事 确实没有半局瞎话 这是因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千真万确的事情 他绝不会拿自己家的过世的老人开玩笑 以下的故事是我以胡大胆的口述 按照惯例采用第一人称 故事中的我即是胡大胆的自称 大傻他爷过世那年 大傻他们兄弟还小 日子过的是吃了上顿没了下顿 老爷子下午身体还好好的 可是到了晚上突然间就不行了 来不及给晚辈人留下一句话 就撒手跪姬 我和我大哥 也就是大傻的大伯 我们两个人给老爷子守灵 守灵的前两天倒也平常 老爷子平平安安 没受什么水 到八十四岁的高龄才走 家中呢也算是白喜事 老爷子四世同堂 应该走的也是放心 但是守灵的第三天晚上 就有怪事发生了 那天晚上我跟大哥稍稍吃了点饭 就坐在灵前 给老爷子守最后一晚 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 过了今晚 明天早上就要送老人家入土为安 想到老爷子一辈子辛辛苦苦的 为了一家人吃饱穿暖 风里来雨里去 一辈子守着庄稼地 天不亮就要下地耕地 除草 天黑了还要舍不得收工 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都给大家 很是不容易 一直到了晚年 还惦记着庄稼烙情况 想到这儿 我和大哥就在灵前 气泪长流 心里边非常不吃滋味 也许是老人家 看见我们痛苦于 于心不忍 想来安问我们哥俩几句 也许是因为知道 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从而格外的留恋 也许是老人家还有什么事 没有交代 而不放心 反正不管什么原因 他老人家确实在离开这里的 最后一晚显灵了 正在我们俩感念老人的生前的辛苦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到身上一阵凉意 头发梢似乎也竖了起来 当时我看看我大哥 他好像也琢磨了一下 大哥也在看着我 我们俩四目相对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出了惊奇 当时我们停止了哭泣 抬头看着周围 只见堂前那两只白蜡 闪了极闪 烛光竟然慢慢地暗了下来 但是没有熄灭 灵前的香火之烟 由垂直向上 慢慢倾斜 向后面飘了过去 门外丝毫没有意思的风 灵堂内更是没有人走动 那一直垂直向上的烟火 怎么会向后飘呢 我和大哥非常惊奇 都互相看了看 就聚精会神地看着唐前的灵位 但心中一点也不害怕 因为就算有什么动静的话 也是自己的老父亲显灵 所以心中除了对老父亲的怀念 留恋并没有其他的感觉 甚至希望老父亲的灵魂显现 告诉我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安排 或者告诉我们 以后到哪个哪个地方去 应该如何孝敬他老人家 老人家并没有让我和大哥看见他 而堂中的棺材 寿材也没有任何的异常和响动 就在我们惊异不定的时候 灵前飘飘渺渺的烟雾中 我朦朦胧胧地看见了我的老父亲 虽然比较模糊 不是很清楚 但是形态非常逼真 和生前一模一样 而且好像面带焦急地看着我们 蠢蠢欲动 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大哥你看 我心中已脱口而出 可是话一刚出 那一团烟雾就慢慢地变淡 逐渐地消散 那对白蜡烛也就慢慢地变亮 恢复正常 你慌什么 我早看见了 你看看到底咋回事 你这一喊 啥都没有了 大哥对我的貌似比较生气 如果是真的是父亲回来的话 他一会儿还会出现 咱们再等等吧 我没有想到 自己的一句话就会是这样 只能这样回复大哥 希望着那一幕重新地出现 大哥没有说什么 只是提了提精神 紧盯着灵前 我也拉了拉衣领 也不再难过哭泣 和大哥一样 竖起了耳朵 盯着周围的动静 过了半夜之后 灵前的香火 已然一直有粮食高 我一直平静如常 没有任何动静 灵前那一对白蜡烛 将灵堂照得如同白照 我上前去换了炷香 又坐回了原地 守了三天灵 虽然是强提着精神 但毕竟精力不由人 慢慢地竟然迷糊起来 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 一股冷风 从我身后的门 吹了进来 我机灵一下 顿时水已全无 我看看大哥 大哥示意我不要说话 在那冷风过后 那对白竹 又慢慢地暗了下来 忽明忽暗 灵前的烟雾中 出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 逐渐清晰起来 像极了老父亲生前的模样 但是表情似乎很着急 用手一直在向下地 比划着什么 我和我大哥 虽然不敢说话 却都是一脸的惊恶 不知道老人到底 有什么事情不放心 但是那个影子 始终是没有说出一个字 或许是不能说话吧 反正一直手指灵前的那块地 一脸焦急的样子 我想是不是灵前的地下埋着什么 就用手指指了指那片地 表示自己明白了 这个时候那个身影 表情慢慢地释然放松 然后慢慢地变淡 到最后消失 过了头期之后 事情也就结束了 我和大哥又谈起了老人显灵的事 认为老父亲肯定是走的时候 比较突然 有什么事情没有和我们交代 才显灵提示的 按照我的理解那样 我和大哥找来了两把铁锹 在老人指的那个大概的地方 挖了起来 灵堂前非常结实 挖了两尺的身 仍然没有看见东西 我正想放弃的时候 手中的铁锹却咯吱一声 好像挖到了石头 大哥慢慢地挖了几下 就见露出了一个碗头大小的 瓦罐头 确实是一个黑色的小瓦罐 慢慢地除去封口 里面是一块油纸团 离三层外三层的 当我们打开一看 我和大哥的眼泪 又流了下来 原来一辈子整吃俭用的老父亲 积攒了这一包银元 舍不得花 因为走得突然 没有交代 死后还在为我们割俩 操心呢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